各位中四的同学,大家好! 这个影片是有关公民与社会发展科 有关三条不平等条约的课题重温 都知道很多同学都会觉得 一开始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 好像在读一些中史或者历史内容 会觉得很多东西都好像很难背 好,不要紧,这里常介绍一个新的方法 让你们知道历史是可以透过一些逻辑 和一些方法去背,或者我们叫做去记 好,首先我们整科一开始就是提及什么呢? 提及的就是有关和香港 和香港有关的三条不平等条约 很多同学在读这些条约的时候会搞乱很多东西 包括一开始是南京条约、北京条约 还是天津条约呢? 所以呢,这里我提供了一个方法 想看一下大家会不会 其实用了这个方法之后熟悉的程度会多了呢? 好,首先我们就拿一张提图出来 好,大家会知道的一件事 大家一定要记得 记得些什么呢? 就是当时英国的军队 我们所谓英国的海军 在香港的哪个地方登陆? 在香港的水坑口街这个地方登陆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 在水坑口街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今时今日的香港岛西环上环那边的地方 即是哪里呢? 即是大约在这个位置 大约在这个位置 那所以呢,各位同学留意 那我们英军在香港岛登陆的时候 那我第一个割仰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一定是香港岛 就不可能是新界的 所以呢,第一个地方就是 大家要割了 要割的地方就是 这一个位 我画得好一点 好,这一个位呢 即是说这个港岛的区域 就是英军第一个想要的一个地方 好,那么呢 那当时呢 是打了这个第一次的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 那就是签订了一个叫做南京条约的 签订了一个叫做南京条约的 签订了一个叫做南京条约的 那记得一个年份是1842年 1842年 好,另外呢 另外呢 另外就是 当解决了这个香港岛的问题之后 就是英军 我说的 那接着 英国的那边的政府呢 就开始会觉得就是 咦 香港岛好像不够啊 那我们就要再向外去扩展 所以呢 我们就会是 打第二场所谓叫做鸦片战争 就是说是英法联军之役 英法联军之役呢 那你会见到就是拿来这个的九龙的 拿来九龙 OK 拿来九龙这个地方 好,接着呢 去到另外就是 再签了这个所谓叫做 展托香港戒指尊条 1898年 就是拿来新 拿来新界这个地方了 拿来新界这个地方 所以呢 各位同学 如果你用一个地图去记 相关的条约 甚至相关各样 或者我们叫做租借的地点呢 各位同学 你们就会发现 咦,原来是由南边开始 一路这样延展去北面的 由南边 跟着一路延展去北面 好,那 从个地图上面呢 我们这样去看 同时 我们先 我们都可以见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都可以见到的就是 咦,原来那些条约呢 都可以这样去记的 好,怎么去记呢 我们有个口缺的 我们有个口缺的 就是 所谓叫做 先 南 後 跟着 先 南 後 北 ok 跟着 再 展 一开始 先 南边 先 南边 先 南京 条约 各位同学 南京 在我的 南边 香港 搞定 后 再看 北面 北面 就是九龙半岛的地带 南京 條约 後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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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軍就貪得無厭,再想要多些 所以就會再展托一些香港的其餘位置 所以再展托這個位置就是展托其餘新界位置 以及很多離島的島嶼 很多離島的島嶼 大家留意,去到這個展托香港界智專條 我們有一個情況我們要知道 原來是有一個租借期,租借99年 他是租借的 所以大家留意,1898年 1898年租借99年之後 即是多少呢? 我們可以看到1898年租借99年之後 就是等於1997 OK? 好,所以呢,去到臨近1997之前 很多人會問一件事 問,咦?這個租借期完了之後 你要還一個地方給人 當然,有人會覺得 就是,我不還就不還 但是,很多人都很介意這件事 哪些人會介意這件事呢? 就是買了一些所謂的物業的人 因為當時,在香港買物業,買土地的人 他們得到的那張樓契,地契 他們全部寫明 他們的地契的年限去到1997年 即是他們有時限的 所以,很多的商人,地主 他們就會問,咦?去到1997年之後 究竟怎樣去處理呢? 正正是因為這件事 所以,去到1979年 去到1979年 麥理浩是誰呢? 麥理浩是當時的港督麥理浩 麥理浩親自去北京那裡 去向中國政府尋求一個解決方法 當時是中共政府來的 接著五年之後 五年之後 五年之後 就透過很多的一些交談 但除以夫人又上去去談 一些相關的一些條文 或者去談一些所謂的 如何去解決一些紛爭 那所以呢 去到1984年 就通過了這個中英聯合聲明 發佈了這個中英聯合聲明 那是說什麼呢? 其實就是說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說 原來 香港 將會 和中國 是有一個所謂叫做 主權移交的一個過程 而香港是實施什麼呢? 香港是實施什麼呢? 香港是實施所謂叫做 一國兩制的 一國兩制 好 那兩個制度就是哪兩個制度呢? 好 中國內地呢 就是實施這個社會主義 而香港呢 因為跟了英國很多年 那所以呢 就是實施什麼呢? 實施 這個 資本主義 OK? 實施資本主義 去到這裡呢 我就 大致就和你們溫源 有關 有關三條的不平等條約的 這個 內容 那我都 延展了少少有關 中英聯合聲明 和一些 一國兩制的內容 好 那希望呢 在這些短短的 片段的時間呢 就可以令到大家 知道就是 怎樣可以容易一些 方便一些 有邏輯地去理解 整個三條不平等條約的一個發展的歷史 好 多謝各位